老杨到处说 继续谈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汇水 这个核汇水要倾泻 安民告诉日子提前两年说 为什么还会引起新人大波 西方国家为什么一声不吭呢 福岛核电站的核汇水准备排放大海 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几乎不吭声 美国政府表示认同支持 但是中国韩国政府反应非常强烈 民间反应非常强烈 台湾的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林俊伟 他甚至把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 视为是了解中方对外表态方式的 绝佳教材的模板 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4月9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澎湃新闻提问 就这个问题提问 赵立坚回应 呼吁日方主动及时的严格准确公开透明的方式 披露信息 在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基础之上慎重决策 内容相对中立克制 提醒日方 到了4月12号 日本的政府决定 是不是要排入海洋的前一天 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在发言人表态栏目看出自问自答 署名赵立坚的发言人回应 这代表整个回应升了一级 在问题中 在核汇水前加了对海洋环境等有害 这个赵立坚强调 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 向日方表示严重关切 这是第二级 4月13号 日本正式决定要把福岛核电站 废水两年后排入海洋 中方的回应成级又升了一级 外交部网站上刊出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决定 以海洋排放方式 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 核汇水发表讲话 没有署名的发言人回应 内容上比前几次更强硬 强调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安全 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 保留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外交部三名发言人 没有署名的发言人 至少是副部级以上的回应 如果你在引述过程 自行加上了华春莹 加上了赵立坚汪文斌 就大错特错 这级别到了副部级 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东京奥运会不对境外开放 到目前来讲能有停办的可能 让中日之间相互支持 东京奥运会 北京冬奥会的需求现在下降 拜登现在明确的拉日本 对抗中国 日本也有明确的表态 中日关系很难的 所期待的时间持续的和缓 习近平访问日本基本上搁浅 虽然这个是两年以后的事 这可能会成为影响 东北亚局势的一个政治事件 对两岸完全解禁 辅导食品的进口 一定会产生连锁的效应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 昨天4月10号上午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 日本的副首相财务部大臣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其他阁聊 出席记者会接受采访 回应各方关切 麻生太郎说 根据科学的依据 把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核污水排入海洋 早就应该做了 因为在麻生太郎看来 将要排放的核污水中的穿浓度 其实比中国和韩国的核电站 排入海洋中的浓度要低 麻生说 那些水喝了也没什么事 麻生还说 像海洋排放核污水和中韩两国的做法 是同一回事 不过麻生也说 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日本会严格监督东京电力公司 对于核污水的稀释等等的事宜 这个时候方舟子也有发说 方舟子的推特大概有这么一段话 大亚湾 广东 惠州 香港就很近 大亚湾核电站排放量是辅导计划的一千万倍 他说 在网上可以找到中国国家核安全局 给大亚湾核电站的批复 他估计这份批复很快的删掉 就是说呢 2017年批准大亚湾核电站六台机组 连排放量 官司 液泰川 就是2.251加14BQ 碳14是3E加11BQ 是辅导计划 连释放量 主要是液泰川 2.21加7BQ的一千万倍 方舟子说 中国运行的核电站现在有44座 韩国炒作这件事情是韩国政府至上而下缓和 方舟子说 中国的战狼们炒作这个事情是因为傻 这个家伙坏 他在美国和国随便乱说 我们不知道 中国的战狼们是不是傻 还是真傻假傻 但我想我以后这个水排放以后 我今后会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海鲜 我是四海间如命的人 虽然现在痛风了 一看到虾 一看到螃蟹 我还是目光斩散 那么根据今年3月10号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报告 显示今天在福岛的2号 3号机组厂房上方 能复着了大量的放射物的物质 污染严重程度远远超过预期 此外 由于排除了气体导流 核电站还会再度发生爆炸的可能 最新的报告说 在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 2号3号基础上方的混凝土的盖子上 可能还附着了7万万亿 贝克勒尔的放射性物质7万万亿 相当于在10年前福岛核泄漏事件中 曾经发生堆心轮毁的 第一到第三号机组内 放射性物质的10% 报告认为这一污染严重的程度 远远超过预期 以至极难实现的安全前提之下 让人员靠近施工现场进行操作 必须和东京电力公司 重新制定核电站的拆除计划 这福岛核电站危机没有过 核废水的处理 当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 大阪知识也表示 可以考虑把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 倾倒到大阪湾 当然大家知道大阪湾 也是太平洋的一部分 原来央视节目组织的王志安 在他的推特上也指出 拼 刀 穿 这三种的气体里面 穿是作为普通水中氢的同位素 在我们平时喝的水里面就有 只不含量极其的微量 氢是因为质子叙数量的不同 有呢我刚才说这三种形态 一个是拼 一个是刀 一个是穿 一撇 两撇 三撇 所以我们平时喝的水主要含量是 披青 但也含有少量的刀和穿 穿虽然有放射性 但在半衰期很短只有十二年 因为说不要停的放射性就吓得半死 本地也就是日本本地 辐射量左右的放射 对人类无害 这王志安呢 在这方面呢 对推特的文章很多 他说呢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核战的 核电的灯塔和未来 中国现在事实制度还在建设 只要你采用核电 就必然会产生核废气核废水 只要有核废水就只能排入海洋 他认为恶意炒作日本依法排放 是海内外敌对势力 反华阴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跟反华有关系了 中国的国标 核动力场环境辐射 恍惚的规定 就依法规定了海排放量 第二呢 他谈到了微博 有一些质疑日本 排放核废水的新闻 在频缓的引述 绿色和平组织观点和说辞呢 他认为呢 绿色和平组织 长期反核反基因 是一个反科学的恐怖组织 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了 他不能够在中国境内活动 现在这个观点 被频缓的引述 说明 为了反对中国的核电站 人们都无所不用其极 说的可能是缓话 第三点 中韩 作为日本的邻国 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 心情可以理解 王志安认为 中韩可以提出要求 日本必须严格按照 制定的程序 稀释排放 甚至可以要求参与定期的核查 理想的状态是 中韩两国提供技术上的协助 日本欢迎中韩参与核查 东亚历史分环复杂 需要精神合作 才能够共创未来 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讲 这就不是难题 可能是中韩日 合作的一个契机 但问题是 中国韩国会吗 问题还包括以下这几点 第一 大亚湾核电站的核废水排放 真的像方舟子所说的那样吗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中国官网 核安全局的官网去查一查 看看删掉了没有 第二 麻生泰兰所谓的 将要排放的 核污水中的川浓度 其实比中国韩国核电站 排入海洋中的浓度要低 那些水喝了没什么事 真的有事实根据吗 那么好了 日本的官员会当众喝 给全世界人看吗 会不会视频直播 第三 王志安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定性 恐怖主义组织 准确吗 最后一个问题 如此这般海鲜还吃吗 人类居住的海洋环境 还需要保护吗 中美两国代表 最近在上海商议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会不会涉及到 福岛核电站 核汇水排放的问题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准处说 完美的地方 我们也教过 我们下车可以识iate 蛇水排放的问题 我们下车可以识解一下 我们下车地点 我们下车地点 先いや看 我们下车地点 我们下车地点